今天给大家揭秘一个骗局啊 我之前一直在讲 或者说你可能也听过很多人在说 七块链就是一个暗黑森林嘛 对吧 所以我之前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文档当中 我写过一个这个投资的一个总结 然后呢如果想要这个文档的小伙伴 可以加我的联系方式啊 当时的标题写的就是 每一个加密货币的投资者 都是独自走在这块 七块链黑暗森林里的雇佣者 对吧 为什么取这样的一个标题 因为说实话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反正我在七块链的世界当中 我就被骗过嘛 之前被这个电报机器人 骗了好几颗Sorana 然后呢我也揭秘过 有一次在GitIO这个交易所 有一个币叫什么PinkForg 就是什么粉红猪 妥妥的割韭菜啊 这个币 它的这个市值啊 各方面都很低 但是它的交易量 每天竟然能给你显示成一亿左右 排到这个前列 然后呢你点开进去看啊 它那个价格从来没涨过 基本上是跌的 所以这也就是导致我会觉得 有时候这个交易所 对吧 有时候也是睁着眼闭着眼 很难说他们不清楚 但是呢可能他们也是不管 所以我感慨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呢最近呢又发现一个骗局 啊这个骗局真的在我的内心 我觉得一波三折的 那我先用一个正常的叙述方式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把它写下来了 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 就有些人可能还没有遇到过 那首先呢就上我看到这个推特上一个帖子 他揭露了一个骗子 然后呢我为什么会比较关注 因为这个骗子我其实关注了啊 我也关注了这个骗子啊 就叫这个朝布朗多瑞斯 那这边呢是这个推特的原文链接嘛 啊原文链接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这个推特啊 然后呢这个推特呢 其实你不好搜索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这个YouTube这边 他有链接主页 OK就想要进付费社群啊 或者说想要这些资料的 或者是想要关注推特的 都可以在这边去看到啊 这个YouTube的主页 然后的话 那我就点开去看了嘛 看完之后真的是 我靠春雾唐舍 那就简单讲一讲啊 我个人经历啊 这个观观察到的所有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关注这个朝布朗呢 是因为无意间刷推特嘛 他是不是就会刷到一些人 作为推荐 然后呢我就看到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挖矿的博主 这个叫什么ブロス杰 他也关注了这个朝布朗 这个ブロス杰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写的这个推特 还蛮幽默的啊 然后大概了解 他是一个挖矿的大佬 然后呢 他有推荐那个Casper这个代币嘛 我发现他这个推荐的一个原因 一个由呢 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然后呢 就关注了嘛 关注他之后又 后来刷到这个朝布朗 发现他也关注了朝布朗 所以我就觉得 那搞不准这个朝布朗 还不错嘛 对吧 我关注了这个朝布朗之后呢 我去翻看了对方的这个推特的帖子 发现就是一个妥妥的这个领神的一个形象啊 颜值高 有头脑 对方晒自己在新加坡的工作环境 时不时 哎 晒一下自己 对吧 TP钱包里面的比特币 以太坊的资产 这个钱包几十个比特币 那个钱包几十个比特币 哎 让你觉得他我靠 啊 总钱包得有多少比特币啊 绝对是所谓的亿万富翁型的美女 我看一下 现在还能看吗 能看啊 我们可以去 应该被我给被我给这个取关了啊 这个这个骗子的真的不想再继续关注 然后呢 对方啊 不仅颜值高啊 对吧 然后呢 有买比特币和以太坊 代表比较前卫啊 因为很多美女 对吧 你别说在五年前 七年前就买比特币 因为我们去年 有个哥们说 去年他送他的一个 前年有两个比特币 然后对方觉得 完毕了 男的都不靠谱 然后不要 我就跟他分手了嘛 因为昨天有在谈 在付费社群里面 大家有谈到嘛 就是有人问我说 如果只能中伤两个币 我会中伤什么 然后大家 我还没回答 就有小伙伴抢答说 这个得看你的资金体量 是不是啊 因为另外一个小伙伴 你跳出来 那肯定是比特币 因为他说比特币 在未来十年 至少还有二十倍的一个涨幅 相当于你花一百万 去买入比特币 在当下 那二十年之后呢 他就变成两千万嘛 你现在买一千万的话 二十年之后 就变成两个亿 对吧 妥妥的 其实赚的还是蛮高的 然后呢 那个哥们就开始说 他之前送他 你朋友两个比特币 的一个故事 所以大家 你看传统的一个印象 就觉得美女嘛 他可能就是 在对这方面 都会比较保守 那如果你在币圈 看到一些美女 对吧 人家玩了很久 币圈 币圈老人 然后呢 其实 就会给你非常大的 这种反差感 是不是 所以这个潮不养的人设 就特别的灰贵 然后呢 你会发现 他人脉也很广 而且还很有投资 头脑 你看他还卖六个比特币 投了三十万刀 什么新加坡 新展银行的 SpaceX航天投资项目 然后剩下的呢 就去什么非洲 做旅行经费 是不是 你发现 哎 妥妥的一个投资女神 然后呢 人家经常 这个世界很大 他要去看一看 对吧 反正一句话呢 这个人生呢 就是非常完美的 内外兼修的女神啊 美丽多金的富婆呀 对不对 你看 塞的也是从什么新加坡 去什么 奇利马扎国 哈马德机场 对吧 很多小伞 韭菜都 哇 靠在哪些地方 都没去过 对吧 什么卡塔尔航空 哎 因为他的人设率的很高 所以有一天 我刷到他 发了一个帖子 在招聘 所谓的线上助理 然后我点开 看了一下 就说半天 就是说 现在都没有什么 时间和精力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很多币权的交易 跟不上啊 然后呢 就想要招一个 这个先生助理 你看 找一个啊 助理 然后我就说 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没有报酬 对吧 我当时就觉得 我靠 这有点奇葩呀 就是你作为 因为有这么多比特币的女神 你找一个这个线上助理 三五千的这个对吧 所有的兼职工资都不给人家发 感觉这个和形象不符合呀 所以呢 当时除了感叹 我也没有多想 没有多注意 反正就觉得 人家这么牛 这么有钱 我就学他 不断地囤比特币就好了 其实事后呢 你就发现 这是骗子精心策划出来的 就 大家一定能记得 就是打电话骗人的时候 你一开始就要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如果对方在这样的低级错误下 就接着去接听你的电话 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人呢 就很容易骗嘛 没有什么头脑 对不对 就骗子嘛 你总是要去骗一些 比较低认知的人 高认知的话 你可能整半年发现骗不到 所以他们会做一个筛选嘛 你们发现他之所以招这个线上助理 且不给工资 其实本质上 什么样的人会去报名 会去私信的 那不就是小白吗 对吧 没多少钱的散户嘛 你说一个有几百万 算千万的大佬 怎么可能去跟着他学呢 那正因为他通过这样的条件 其实反而就是去反向的筛选 从那种更容易骗到的人 你看人家都很聪明 然后呢 有一天 我刷推特啊 就发现另外一个博主 塞这个曹布朗的TP钱包 然后那个博主说 他十年前就开始挖矿 对吧 从他旧电脑当中 找到了这个遗落的 二十几颗三十几颗比特币 从自己十年的这个旧电脑 就电脑啊 钱包里面 然后呢 他在的这个截图呢 我一看 因为我之前看过这个潮布朗的推特码 上面就有个Doris的一个名称的标记 我一看我就知道 哎是这个潮布朗发的 然后那个片子就就说是他自己的嘛 那博主就说哎 因为一下赚这么多钱嘛 很开心 然后呢 就是所有的人啊 只要留言留下啊 这个USDT的收币地址 他会拿出一万刀啊 然后呢 随机去赠送 哇 那条帖子就几十万的播放 但是呢 他有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去点关注 点赞 然后转帖啊 然后呢 其实说白了之后 说白了就是这个骗子啊 来忽悠大家给他做书记涨粉吧 对不对 因为一下子热度很高 就会把他这个推特的权重拉伸 那以后可能他把这条帖子塞掉之后 他这个推特也会给曝光给更多的人 是不是 所以他们就通过这个东西来做热度 哪怕现在 你别说他吸引的粉不是精准粉 其实不重要 他要的是这个热度 那像我们种正儿八经期发内容的 就是酒香也怕巷子生啊 因为内容可能含金量很高 但他没有得到过大的一个 几万的一个曝光 很多人刷不到 在他的时间线上刷不到 对不对 这个曝光也好啊 或者那个骗子也好 他们就是因为有热度了之后 我就容易刷到 你可能热度是韭菜 对吧 傻逼帮你做的 但你还是有热度之后 去推给一些 可能有含金量和认知 有钱的一些用户 大概是这个国际 所以为什么大家也会感慨 整个中文区的这个推特也好 YouTube也好 无缘瘴气的 就是这个逻辑 而且呢 其实推特上面的骗子会更多 因为骗子 他只是发这个文字 是不是 那你很难去判断 是这个KOL他本身就发的 还是说是背后的Q脚大汉 团队在帮他发的 所以其实真正有经验的人啊 应该要去更多的关注YouTube 因为YouTube 比如说像我这个 你去看三条五条这样的一个视频 我是真的在这边去讲解 对吧 你通过声音啊 通过过往的轨迹 能发现这个博主 是一直在分享干货的 那现在无缘瘴气的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人天天盗别人的土 讲一些华众其宠的东西 华众其宠的东西 真的啊 我觉得推特上 要么其实是搞一些那种 吸引眼球的 那我们经常讲 这个不叫什么 外博三 叫叫必圈明远嘛 是吧 类似这个国际 头像是个美女啊 塞胸啊 乱七八糟的 反正就是来做流量 或许流量 啊稍微那个一点的 那可能他就是推荐一点 垃圾项目 对吧 稍微一点那个商单啊 就是别人给他打广告 啊 更夸张的就唇片嘛 就像这个曹布朗这样 所以各式各样的去割这个 不明之花群众的一个韭菜 啊 真的还是蛮 蛮不容易的 我有时候刷到一些无脑的 我可能直接就是屏蔽掉 哎 反正就是一言难尽吧 OK 然后呢 当时我还看到这个 曹布朗啊 他看到了这个哥们的推特的时候 他去写了一个评论说 以后到我的图 麻烦把名字给去掉 哎 因为这个钱包上面不是标记了啊 这个Doris嘛 你看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是一个团队 故意这么稳 对吧 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去做热度 一个人是反而印证了这个曹布朗 是真正有比特币的主 是不是啊 不然的话正常我比如说你是一个骗子 然后呢你你偷了别人的土 这个言博主来去评论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评论一直放着嘛 对吧 你但凡是骗子的 你就没有道德底线 你没有道德底线 你肯定会把对方的评论给删掉 把评论 评论掉 他现在还一直放着 对吧 啊 当然了就是太多吃瓜群众傻 傻屌 可能他们也不注意啊 反正就真的让人很感慨 就是妈逼的 呃 B线吹牛逼的骗子真的是太多了 很多人对吧 天天天天天吹牛逼啊 要么说自己多么有钱 你谁知道他的土哪里到的 你让他发个发个红包 口口说说或者即使发也只发 啊多少对吧 不管是推特上还是群里面 你能发现很多这样的人 就仿佛一个女孩子美颜惯了 已经分不清现实和美颜里的自己了 对吧 还真把自己当成女神啊 看随便看个男的都看不上眼的一种感觉 反正呢当时看完就觉得也这个潮布朗 还是真有钱 其他人竟然在倒他的土 对不对 哎 这个都变成集中局了 然后呢 结果今天就有人揭秘这个潮布朗 他是如何同时和N多个报名 做他的线上助理的人进行沟通 一步一步的交别人干这个干那个干的那个 对吧啊 你就想妈的 你一个云安富翁招聘助理 然后你舍不得花钱 但是你却愿意不厌其烦的跟对方聊天 对吧 聊很多 这可能吗 真的有钱的人他哪有时间 啊和这些小伞说话呀 他每一分钟就是对吧 几千美刀 一个云安富翁的形象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 单小时时间啊 产值不值十美金 觉得可能吗 所以不要看他说什么 要看他做什么 对吧 就是无事啊 无言无故塞 这个多多克比特币 我靠啊 一定有猫腻嘛 对吧 反正就是 给我的感触就是 要对所有装逼的人进行驱昧啊 不管他包装的玻璃币 啊 背后可能就是一个屌丝 就是一个诈骗犯 这个世界啊 真诚实在的人 真的不是很赌 我们一定要想着不要占便宜 尤其是在区块链那个行业当中 真的是一个暗黑森林 你贪便宜 对吧 你相信你没有常识 那你所看到的好处 其实都是要猎杀你的一个陷阱 啊 这个呢 还有个小伙伴说 把他当成是这个外部三卖查你 啊 所以这个叫外部三卖查你 诈骗都是 OK啊 这个呢 今天把他分享出来呢 就是给看到的小伙伴提个醒 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个骗术 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就会真的会觉得 我靠这个骗子的 其实真的是一个对吧 一步一步的啊 这个套又非常的深啊 这个骗子 背后的团队也是比较专业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已经经历过的 你可能会觉得他们这个骗术 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 啊 所以对老韭菜来讲可能一眼就能识别 但对于新韭菜来讲 真的 哎 真的还蛮难的 你就是能不能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简单给大家划纳一下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博主曝光之后 你看 基本上我一看能说 但凡私信关注过他的人 他都会给你私信 你看啊 现在就可以接触避嫌多久 你一般这么关心你接触避嫌多久呀 哎呀 会赚钱就行 搞不懂干嘛去玩弄土狗 我吵 你跟那个父母哪有这个心情跟别人 对吧 要我喝溜了 我有个表弟一万变成三十多万 你看给你给你去大牛逼了 对吧 主要是盯盘 你觉得他妈的他聊的贵 别说聊几个要聊一个 对吧 虽然换我 我他妈也绝对不可能跟你去聊 老子有那点时间 老子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我跟你去聊 所以就有些有些比如说一些 呃 用户想要进付费社群 说实话 呃他家我啊 问东问西 要先让我啊 先让我回答一个两个问题 三个问题 我理的不理 凭什么呢 我说你个三九九刀 对吧 我还给你去讲半天 你看看我的视频 看看那个介绍 你觉得合适就进不合适就算了 啊 说实话 真正的 我觉得有点能力的人 他都比较爱惜自己的时间 我很不愿意去做正名题 啊 你要去证明 那我为什么值得 因为我靠 你看我的视频加文件 问我为什么值得 对吧 反复反复我必须要把我的啊 所有过往里面全部告诉你一样的 那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就是 除非 这个是他的主打营收啊 那不可能 对吧 对我来讲做设计 我更多的就是哎 有一些也比较牛逼的人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一起探讨啊 因为我自己的认知 也有我的忙去 对吧 集体的认知 肯定会大于个人的认知 实际上 我从我们的事情 用过我当中就学到很多嘛 有几个比较优秀的人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啊 比如说这个 同比特币就一个大哥 分享了嘛 然后呢 最近我不是在 嗯 在重点去学习 看这个单地值持币金额的指标 换手机的指标 你看这也都是我自己的思考 但这边呢 我又复制了 复制了一小部分 就是群人链的一个哥们 啊 他做了一个补充 对吧 他对这一块也是比较有感触 然后呢 大家在这个碰撞当中 我们就会更容易去很像的去比较 特别也好 AP也好啊 现在哪一个根基有性价比 从短期 从长期来看 我们又去看了这个猫系列的代币 对吧 啊 猫系列最近涨得比较火的代币 我们发现也是有种一触即发的感觉 POPCAT和M1W 你看两个都是上涨了 百分之三百三十五 百分之二百七十五 市值呢 来到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啊 这个市值应该都是在 我们看一下在七亿左右 对吧 啊 不知道哪一个人冲破到十亿 然后呢 这个M1W 还有历史历史的最高市值要高一些 对吧 当你看到这两个代币最近都是一直在疯涨 然后呢 市值也差不多应该怎么去选择 对吧 这个就比较考验含金量了 OK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做设计比较大的动力 不然的话 你说我就收个百万人 每个人给我交三九九刀 也不算多少钱 说实话 有时候我买好一个代币 就像特伯一样 我一拨就赚赚个四十万刀 我干嘛要辛苦 六个月 去赚 每个赚个三九九刀 没有必要 那对吧 如果纯赚钱 天天吸一些纯小白 天天只会问A问B 大家都没有 我思考的一个反补 我根本不愿意做 要不你给我交一万刀 我愿意 对吧 你说三九九刀吐啥 是吧 OK 这个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又扯多了 有时候总是发散心思维 好吧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点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